剛剛市長韓國瑜上任後 決定把市長辦公室搬到鳳山行政中心 如此大費周章 就是因為知道遭人竊聽 但沒想到換了辦公室還不夠 開會資料照樣提前外流 那我們資料外洩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市政會議開完會之後 馬上會流出去 我們各種計畫各種資料 不停流出去然後被黑被打 其實我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在懷疑了 資料外流好幾次韓國瑜透露 開會記錄迅速曝光 會議才一開完 還沒打成文字檔就已經透過LINE流出 我都會呼籲他們自己安全上的防範 要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還有公文 覺得不能隨便流出去 那很多事情如果是極機密的 會議流出去的話 相關人員必須負法律責任 之前韓國瑜出訪 喜馬完整形成外洩 提前被侵略媒體爆出 告詐的會議也莫名流出 被質疑內鬼扯韓國瑜後退 方面行程也提前外流 導致副市長拜訪科技龍頭被迫突然取消 韓國瑜早就知道有鬼也曾放話痛疲 這要保護我們自己要保護市長 我們一定要自己 自己先做清查 我們一定要做清查 內部的控管不應該出錯 這個市政府應該趕快把它做好這樣 內政通外軌 就算窩裡反不斷被捅 韓國瑜暗語包容多次給機會 但事情越演越烈 韓市長決定不再退讓 撂下狠話被抓到 絕對送交司法調查 既然玩家倩 吳國珍 高孟榮 ASM小組 高雄報導